小时候和朋友们一同到处玩耍时 偶尔会发现一些隐蔽的小角落 然后就会和朋友们 把那里定为秘密基地 三不五时就相约到那里去玩 要是环境允许 还会带上一些玩具并放在那里 简直把那里当成了另外一个家 最重要的是 大人们都不知道秘密基地在哪里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和朋友们玩耍 你好,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在购物中心角落 见起隐秘小家的人 你有过自己的秘密基地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1999年大概是许多人 还在用Nokia手机玩贪吃蛇的年代 但同时也是购物中心崛起的黄金时代 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 一座全新的普罗维登斯购物中心 也在那个时代开始构建 这座购物中心的面积约有13万平方米 且拥有将近160间的商店 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 此工程据称得耗资5亿美元 可说是当时最大的建筑工程之一 该购物中心的落成不仅能成为 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地方 也能够帮助振兴该城市 然而在购物中心建设的过程中 一位普罗维登斯的居民 见艺术家 Michael Townsend 发现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他每天跑步的时候 都会经过 该购物中心的建筑工地 当时购物中心还在建设中 但他发现有一处 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在购物中心的某个角落 那里有两面大墙 它们看起来像是连在一起 但却又没完全相连 于是它的中间就留下了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可以通向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里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间的形状太奇怪了 它不可能是一个商店 更不可能是停车场的某个部分 因为它太有棱角了 它看起来就像建筑师 在画图时没注意到的设计死角 虽然觉得很奇怪 但当时的Michael并没有多想 就这样跑得过去 然而在四年后 也就是2003年 由于普罗维登斯购物中心 建设得很成功 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人多的地方 房屋的需求量就会变高 于是就与一群开发商 打算在该城市里 另寻一处合适的地点 来开发住宅区 经过一番搜索 他们认为这城市中 历史悠久的末方区 将会是复兴和进行重建的最佳地点 但很不幸的是 这里正是Michael居住的地方 他与一群艺术家朋友 一起住在一个名为 Fort Thunder的地方 开发商的决定让Michael很难过 毕竟住了这么久的地方 多少都会有些感情在的 于是他与居民 花了两年的时间 进行了反抗示威 但这一切都无功而返 充满艺术气息 且多姿多彩的Fort Thunder 最后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虽然流离失所 会扼杀许多人的积极性 但艺术家的灵感 往往都是在 最失落的时候才迸发出来的 Michael也是如此 当时的他是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一名教师 同时也是城市交代艺术的创始人 于是他便向他的艺术朋友们 请求协助 经过多次讨论后 他与其他七位艺术家 决定创建一个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为了 突出普罗维登斯中 被一心只想赚钱的开发商 而牺牲的 大量适合居住的空间 他们把这项目命名为 Trumakin 这是一个德国术语 有着废墟之子的意思 为了将Trumakin化为现实 他们打算大胆地尝试在普罗维登斯购物中心内 寸步不离的生活一个星期 是不是觉得这个概念很耳熟 这和前段日子突然兴起一阵 挑战去宜家过夜的概念是一样的 而为了做到寸步不离这一点 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远离 购物中心保安人员 或者工作人员事件的地方 所以那地方不可能是某某商店的那一部 也不可能是停车场的某个空间 于是这时Michael就想起了多年前 他注意到的那奇怪的空间 于是他便跑去勘察那个地方 只见那空洞依旧在那里 而且开发商显然将其直接无视 因为他并没有被封起来 甚至还被当成丢弃没用的建筑材料的地方 当时那地方满是灰尘 且堆积着各种破铜烂铁 所以很明显这里已经很久没被人意识到了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在那里就能远离 购物中心保安或是工作人员的视线 而且虽然那地方很狭小 但它的面积至少有70平方米大 大概是如今一房市公寓的平均面积 这就意味着Michael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可以完全免费地住在商场中央的黄金地段 这隐蔽的空间比Michael所设想的还要完美 于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地方有如此大的潜力时 他们的计划就改变了 与其只在购物中心住上一个星期 不如在这里无限期的居住到被人发现为止 Michael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将这个空间清理干净 并将他们所需的用品全部带来了这个地方 开始慢慢地将这里改造成一个家的模样 他们还安装了一个普通的白色公用门 来将入口隐藏起来 让其从外观上来看就像个无害的储存空间 他们利用一系列的延长线插入 购物中心内部的电源系统 如此一来他们便拥有了电力 可以为他们的日常用品供电 他们带来的站立式电灯照亮了整个空间 而且还有一架连接着PlayStation的老旧电视 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娱乐 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自来水 但这问题不大 毕竟现在许多购物中心都会开到深夜 因为内部的电影院都会有午夜场这种东西 所以即便他们深夜去上厕所都不会显得很可疑 他们从商场内部买了好几样东西 来装饰他们的秘密小家 但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些家具搬了过来 比如那个沙发和巨大的橱柜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这个地方其实特别狭小 这些巨型家具如果要进入这个空间 就必须经过一个非常陡峭的金属楼梯 Michael甚至讲某次 他们搬家的过程拍了下来 只见搬动一个柜子上台阶就是一个大工程 更别说是这么大的橱柜了 他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动这些家具的 因为白天他们可以很容易混入人群之中 让他们的行为不那么显眼 你可能会很好奇地方都这么隐蔽了 为什么还要在白天靠着人群门混过关呢 这是因为他们即便对该空间的隐蔽性很有信心 他们也希望能尽可能的不让这个地方被发现 为此他们之间做了一个协议 谁都不可和外人分享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设置是多么的完美 以至于他们可以一次就待上三个星期 他们一直以为这个地方最终还是会被购物商场的保安找到 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几个星期变成几个月 几个月变成几年的时候 保安都不曾来敲过门 然而就在2007年的某一天 当他们回到这个秘密基地时 就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因为他们基地的门已经被强行踢开 他们珍贵的游戏机和一些艺术品都被偷走了 但是他们不能报警 因为这间购物中心本来就是私人财产 而他们是非法入住这个地方的人 报警只会自讨苦吃 大家还记得他们当初一起协定的唯一一条守则吗? 很不幸的 Michael正是打破这项守则的人 当时他正在接待一位来自香港的艺术家Jaffa 他迫切地想像这位远道而来的访客 介绍自己和朋友们四年来的伟大项目 于是他想都没想 就在大白天把他带进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Michael高兴地向他展示自己和朋友们的杰作 Jaffa也对这个杰作感到赞叹 然而正当他们想要离去时 门外传来了对讲机的电流声 就在他打开门的时候 三位保安冲上前去扣住了Michael 原来是购物中心新入职的两位保安 发现了这个秘密基地 之前的闯入者也证实他们 所以他们后来就一直守株待兔 Michael在基地被发现后 还随意在光天化日下 带朋友过来参观的这个愚蠢决定 也让他四年的计划戛然而止 他和Jaffa随后被扣上 非法入侵的罪名并移交给警察处置 不过在接受审讯后 Jaffa被无罪释放 但Michael就没那么好运了 购物中心的所有者 General Grove地产公司 聘请了一名律师 准备将Michael控上法庭 检方在庭审时提出了一长寸指控 还将Michael与朋友们带入 该空间的每一件物品一一列出 但长长的清单被一一念出时 法官就开始不关心先前的指控了 他对Michael的胆量与行为感到赞叹 然后他就宣判Michael在购物中心内 见其小家的这个行为并不属于犯罪 他并没有判Michael入狱或是巨额罚款 虽然法庭并没有定Michael的罪 但Michael还是为此行为付出了代价 因为在Michael离开后不久 他就收到了一张船票 那是一张购物中心的地图 其外围有着一条粗大的红线 也就是说Michael从此以后 都不被允许踏入该购物中心一步 而且连外围都不允许路过 所以即便这起事件已经过了将近14年 Michael依旧不得踏足购物中心附近的范围 你有过自己的秘密基地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